大家好,接着刚才那一集说,因为他手机只能做四个,三十三分钟,三点九九,给对他就,也是我说的,刚才是到哪儿结束了,咱们就从哪儿,练起来,接着说。 就是说,周恩来哈,周恩来,四大美男子, 就像樊高一样,他要,这个邪灵他要把,人类摧毁,把创世主和神,我们生生世世的那个真正的母亲, 建造的,器物和精神上的规范,规范人类道德的美术,都给毁了, 让人们后代,只剩万代找不到,回到传统的路上的那个路, 所以他们就安排了樊高,他首先得是美术界的神童,然后这是美术界的,啊, 哒哒哒哒,小学,中学,大学,都是,嗯,数一数二的人物, 然后在美术界的泰斗,然后,这个时候,他在说,呃,美术应该向哪个走向,呃, 然后,这不大家就都听他的了吗? 所以他就把那个神安排的,呃,使今后人类能够走回,呃,神安排的那个,呃,文化的路,就都给毁了, 樊高啊,你们去看看他的见解,那都是跟神要的相反的, 然后说来的一生,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就是他这篇文章的评论作者,他认为啊, 事实上,必须在产烈的斗争,权力斗争中存活时,就完全置理想于不顾, 说他原来是个理想主义者,其实这个不是的,他原来可能就不好,就是自私的, 所以他,你看他,找那么丑的女的当老婆,为什么呢? 就因为那个女的能完成他仕途上的一个,呃,向高攀的,共产党那向高攀的那么一个位置, 当时,邓颖超好像是那么一个位置吧, 那是中外历史上最残酷,最血腥,最疯狂,最惨烈的权力斗争, 勾心斗角而于我诈,刀光剑影,血与腥风, 从流寇相残到宫廷拔剑,斗争至宝,周恩来,为此费尽心息,绞尽脑汁,修行鼓励。 好像是别人的原因,其实不是的,是共产党的影视作品呢, 把那个不遵从人意理智信如是道的人的故事都搬上一幕, 而那些真正按人意理智信如是道做的那些皇帝啊,后宫啊,大臣啊, 他就不写,不写就感觉是材质佳人,帝王将相,没一个好东西。 这都是共产党宣传的,实际上不是这样的, 实际上今天的共产党才是那样的, 就是都不遵从人意理智信,都是影视剧里头那样, 宫廷内斗那样的心思在琢磨别人, 他现在的共产党的各阶层才是这样的人, 包括他们内部都是黑帮老大, 非九个常委当年就是每人管一摊谁也别管我的, 我就闷声发大财, 我怎么发你不用管, 我怎么,所以他们才能把私有财产和国有资产搞混淆了, 让他几年是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是消失, 这样呢,给他们往自己腰包里头揣钱, 赢得时间,这样, 突然那个工厂一万多人归几个人管了, 而且变成私有财产了, 你说这工人, 哎呀,稍微刚正不阿的, 要知道这些真相真能把那私有财产的, 把工厂变成私有财产的那几个人给他, 真的给他, 反正是惩罚一下吧, 哎呀,这都是黑箱作业, 然后他又拉好多工人又去当股份, 给你一个百分之, 股份有限公司给你一个股份, 他就这样, 弄一百个人进来, 但是他拿大头, 最后还是他说了算, 真的,算啥呀? 你根本就不听那些股东的, 你看那个南韩的电视剧啊, 什么外国的电视剧, 那真的, 你的股东说话真算哪, 中国式的, 好像有个电影叫中国式的, 什么什么, 谈生意还是谈贸易, 中国式的, 就把这, 谈话中, 家族中, 就把那事儿都办了, 洗着伤大浴, 洗着脚中, 就把那个事儿, 生意给谈了, 这中国式的谈判, 中国式的生意谈判方式就是这样, 中共早期周恩来地位高于毛泽东, 周担任中央要职, 甚至于最高领导职务, 毛景担任地方性职务, 周恩来也一直受, 斯大林和苏共的重用, 相当一段时间, 至少是, 追议会议, 以前周是, 中共最高领导人, 这一情形, 直到中共中央进入延安, 才逐渐地发生了改变, 也就是说, 其实周恩来, 也是个左右逢源的人, 就谁都认为他好, 就跟李先念差不多, 哪个朝代, 外国共产党, 苏联共产党都认为他好, 愿意让他在台上, 给自己当马前竹, 整风, 简安整风中, 周恩来是毛泽东, 要整的主要把子之一, 因为这人太有才华了, 太幼幼幼幼, 追议会议之前, 又是党内的第一把手, 那个位置, 微信, 他当然要整, 谁也不能五大来, 开店比毛泽东高, 比毛泽东微信高的, 他都要整嘛, 其实刘少奇他整, 他的原因也是, 刘少奇好几次, 公开场合就跟老毛, 好像是, 已经有缘, 言语上的就是, 必须听刘少奇的, 毛泽东的话不算啥呀, 有这样的话出现了, 所以他才要把它整下去, 毛当时的亲信, 毛当时的亲信刘少奇, 则是整周的极先锋, 周恩来被迫多次检讨, 并承认自己, 只能当二把手, 把延安整风的结果, 连二把手, 但是延安整风的结果, 连二把手的位置, 也被刘少奇捞去了, 地那一回, 毛是连刘斗舟, 连手刘少奇, 斗舟来, 当时刘少奇地位不是很接近一把手, 谁接近一把手, 他就整谁, 那时候刘少奇还没到那个位置, 所以他没整刘, 利用刘来整兜, 整周, 二十年后, 文革中, 毛却又连州整流, 如何处置倒台的刘少奇, 周恩来曾在文件上批示, 见义枪毙, 毛泽东假意当白脸, 批示, 有病治病, 给九大刘活把子, 刘少奇铲死, 周报了一件之丑, 他在延安就是整周的, 是毛泽东的马迁竹, 所以呢, 周恩来本来就恨他, 借这事儿, 把自己恨的人给整下去了, 枪毙, 借一枪毙, 然后看老毛怎么批示, 老毛就说, 有自有病治病, 给九大留个活把子, 就让他活受啊, 让他听九大的那个新闻公报, 让他听, 听着流泪嘛, 就看有一个报道说, 他听着流泪, 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, 听着他直哭啊, 那你怎么着, 你得罪, 得罪, 周恩来呢, 谁也玩不过周恩来, 其实, 俗话说, 狭路相逢, 勇者胜, 毛, 与周恩来的权力斗争中, 周恩来不及毛, 勇敢, 更不及毛, 下狠手, 手, 手段狠, 所以败下阵来, 最后, 肝当老二, 忠心辅佐毛, 我看不是, 是他的文采, 可能不如毛, 毛能用他的那些文章啊, 著作啊, 你必须得是理论家, 要不你就是军事家, 你得让一群人信服你, 他理论厉害, 周恩来写了多少, 那种, 毛泽东四卷的呢, 你是抄的, 剽窃的, 你得有著作啊, 你写诗, 你即便是, 他们现在不是研究毛泽东, 诗词, 好多都是, 剽窃, 剽窃古人的, 但是你, 你, 你真的有啊, 他周恩来就没有, 人家毛泽东就有, 所以他是在这方面, 文采方面, 不如人家毛, 没写出那么一系列, 一系列的著作, 你看毛泽东每个时期都有讲话, 长篇大乱, 万言之, 周恩来就没有, 那你不甘拜下风, 下面一大堆知识分子, 人家崇拜他呀, 那吹喇叭呀, 所以, 他就不得不当了啊, 忠心辅佐毛, 正因为周不及毛, 当内人士的眼里, 毛周对比, 周还留有一丝人信, 为各派息落难, 辞救命的一根稻草, 他就是左右逢源, 其实那些人被打死, 被关险于, 全都是他签的字, 但周恩来之狠独自有记录, 1931年中共高级, 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, 主管中共特务科的周恩来, 亲自带队, 将顾的妻子孩子等八人, 用绳子一一勒死我的老天, 被杀的人中包括顾顺章五岁的幼子, 还包括周恩来前段时间的救命恩人, 私利, 在那之前, 清党时, 周恩来被国民党司长撕裂, 撕裂, 扣留, 其弟, 私利, 则是黄浦军校周的学生, 他是政治部主任嘛, 当即, 救周逃出性命, 四年后, 当周亲自指挥杀害顾顺章全家的时候, 胃部留痕迹和后患, 也没有放过正在顾家的客人, 包括当时正在顾家打麻将的私利, 还是他的学生啊, 是他当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候的学生啊, 保了他一命啊, 他竟然也给人杀了, 哪怕你留下当个秘书也行啊, 蒋介石清党时, 周恩来被国民党司长撕裂, 扣留, 其弟私利, 则是黄浦军校周的学生, 共产党主张要党性不要人性, 周恩来也六亲不认, 亲自批死, 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, 当周恩来养女孙为氏, 向周哭诉, 惨招毛泽东迎污情结石, 周竟要求孙为氏不要声张, 顾全大局, 文革中孙为氏招毛泽东和江青构陷下狱, 周恩来又亲自在孙为氏的底部书上签字, 那也是她的亲父啊, 她居然这样, 是她的小婶, 她居然这样, 你就说她是傻人吧, 在残酷内, 很多文章都说她喜欢孙为氏, 喜欢她不得了, 哎呀, 在残酷的第一天, 就被邓影超看出来了, 在残酷的内斗的年代里, 周恩来几乎是中共高层唯一的不倒翁, 她为了自己的私, 谁都敢出卖, 谁都敢践踏, 就辅佐一个人, 那当然在那个人面前, 她签字, 那个人让她签字, 去把谁关起来, 把谁墙壁, 那她都是大权都在她呢, 那当然是不倒翁了, 她帮她杀人, 而且自己的好友, 亲朋好友, 都帮她一起签字, 关起来的关起来, 杀的杀, 反正一关起来, 就离杀就不远了嘛, 实际上就是迫害, 迫害人权不遗余力, 当权者, 貌似强大的当权者, 滥杀无辜的时候, 她就采取这种办法, 就是签字, 跟机器人似的, 关键在于, 她身因老二哲学, 不出头, 不抱怨, 亦步亦驱, 忍辱负重, 在中共高层, 刘少奇林邦, 等都承担过老二, 但都因显露锋芒, 而半途夭折, 所以啊, 周恩来聪明就在这, 我当老二, 但是我不像林彪和, 刘少奇那样太过, 一过这个风头一超过, 毛泽东马上危险就上来, 就是可以同甘苦, 不能, 可以同患难, 共同去整别人, 但是不能同甘苦, 纵观中共, 刘少奇林彪的, 只能算名义上的老二, 真正的老二, 从来就是周恩来, 确实是这样, 哎呦, 那那那七六年, 那那周恩来, 一月份死的时候, 哇, 我们的高二, 高三的一哭哦, 那大沙帽都在哭, 真以为他是人民的好总理呢, 你把这一段,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 中央电视台天天播, 你看, 不要一个星期, 大家就都震过来了, 哦, 周恩来是这么个家伙, 他现在就是这些真相, 共产党要掩盖, 嘿嘿, 其实也, 其实跟习近平, 没啥关系的, 你就揭露就完了呗, 也算是, 有一个, 潜规则是50年的历史, 都可以公开嘛, 其实世界上不都是这样吗, 苏联都公开, 可以查的啊, 你这个就公开呗, 反正也都50年了, 嗯, 这个基地上还没50年, 没到50年, 它就还有作用, 还能影响, 哎呀, 上一段的人, 嘿嘿, 所以他就不让公布, 还在50年之内啊, 仔细算算, 中共全力斗争在文革中, 达到登峰造极, 文革前夕, 刘少奇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改革, 把中国从大崩溃大饰荒的危机中, 暂时扭转过来, 为此在党内建立巨大声望, 而在党政系统中, 包括自关重要的新闻机构, 刘的人脑的人脑, 刘少奇的人脑, 占据要军, 到处都是, 党政系统中, 从中央到地方那个时候, 包括新闻机构, 都是刘少奇的人脑呀, 相比之下, 毛泽东形同孤立, 毛泽东通过以周恩来林彪的联盟, 以非常的手段, 搬到刘少奇, 那是, 他天天研究那个刘邦, 吕后的那个历史怎么整人, 你想, 谁玩得过他, 他什么都不干, 每天就研究怎么, 怎么, 怎么, 怎么学刘邦, 哎呀, 以非常手段, 与林彪和周恩来联盟, 搬到刘少奇, 那时候刘少奇抓, 抓新闻机构, 抓宣传机构, 从央到地方党政军, 全都是他的人, 侦察不进, 水泼不进, 被禁示威, 所以老毛就到, 到北京以外的地方, 去和周恩来, 林彪讨论怎么联手, 怎么让林彪出来, 怎么让周恩来, 一步一步的, 支持江青他们, 搞文革小组, 这样慢慢才给搬倒的, 就利用16岁的孩子, 20岁以下的孩子, 大学一年级, 二年级的这些学生, 中学, 十五六岁以上的这些, 就利用他们, 一下就搬倒了, 冲他家去打, 保卫毛主席, 打倒保皇派, 往事并不如先, 因为我真的是旁观者, 因为那时候, 我是小学三年级, 中学的那拨人, 干的啥事, 我们都看着, 都知道, 但是我们都, 因为年龄, 也没法去参与, 什么大串联呢, 打扎墙啊, 我们年龄在那, 但是我们都知道, 11岁, 12岁, 10岁, 基本上都是贤富在家, 就知道吗, 富克闹革命之前, 基本上都闲置在家的, 那时候政绩事啊, 什么不知道, 什么都知道, 就是不参与, 整个一旁观者清, 你说什么事, 咱都知道, 就当年那些, 红卫兵干的那些事, 搬到刘少奇, 并将, 就我们那个城市, 当时是辽阳市吧, 那个辽阳市的市长, 市委书记被揪上台去打, 打斗, 那个真的是拿脚踹啊, 那真的是下跪, 向全体参加大会, 批斗大会的人下跪, 然后还要说一些检讨的话, 然后大家也都台下的人也都口诸笔伐, 哎呀, 我是亲眼看见, 也不是, 我爸是当时是当地支柱的嘛, 是这么个原因, 并将刘少奇的人马, 从上到下悉速洗清, 在周恩来林彪扮演的帮凶角色中相对而言, 林彪被动参与, 属于消极角色, 周恩来主动追随, 属于积极角色, 因为林彪是得了那个那个, 子弹打的, 他也不打哪个部位, 他一见风他就受不了, 就咳嗽, 所以他就一直都是关着窗帘, 在家里头进座, 一直是那个, 所以他不屑于参加什么政治斗争, 也不想参加, 所以他是被动的, 这个可以理解, 有人说, 但是他眼睛也不傻, 他知道老毛把中国带偏了, 不是他当初, 就是追随蒋介石, 当黄埔军教学生的时候, 那样的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时候的那种初衷了, 把国家带偏了, 他也是看出了共产党不是啥好东西, 但是他已经晚了, 但是他确实是有看法, 为了掩护自己的这些独到见解, 他就吹捧, 吹捧, 吹捧毛, 把毛吹得天花乱吹, 这样呢, 四个伟大呀, 什么什么呢, 不是有一句话, 他是有一篇文章说的, 他说就是为了, 为什么要这样吹捧毛,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, 不被毛发现, 否则的话, 也就完了, 从上到下, 悉数喜情在周恩来办了, 有人说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了许多老干部或民主派人士, 事实上, 毛决意要打倒的人, 都决不在周恩来的保护之列, 而毛决得稍可放一马的人, 周则会尽力去保护, 他就表演给毛泽东看了, 我是忠于你的, 你说放一马我就去保护, 但是呢, 周一定会看准毛的眼色形式, 绝对不会莽撞形式, 毛泽东, 好像他, 毛泽东也是因为这个特别恨周恩来, 你都当好人了, 我当了坏人了, 你都放一马, 你都去保护, 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思, 对谁稍微手下留情一点, 不要弄死, 反正都是毛泽东的意思, 他是去执行, 但是他可没说是毛泽东的意思, 他做的过程中就又发展了自己的情形了, 人家被他保护了, 人都不感激毛, 感激他, 所以毛泽东就越来越气, 毛泽东亲立林彪为接班人, 周恩来立即表示赞成, 并全力支持, 既然林彪上升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, 周恩来立即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态度, 根据第三位, 所以人家林彪上台上天安门, 想跟着毛泽东走, 稍微离毛泽东, 就是有一点快走毛泽东前面去了, 周恩来就在后头扯人的衣服, 给人扯一大亮枪, 他那个想当王的心, 跟现在咱们好多人其实是一个心思, 你当第二把手, 我是第三把手, 但是, 我是老毛的马前竹, 你不能, 什么事你都得听我的安排, 他就是这个劲, 他根本不尊重林彪, 林彪就是天安门城隆, 稍微快走得超过毛泽东了, 就不让他, 就让他远一点, 五米远, 距离毛泽东, 周恩来是这个意思, 这样显示领袖是谁, 这样呢, 他就拽人家衣服, 给人弄一个大亮枪, 哪怕你, 他要是尊重人, 看得起林彪, 他绝对不会这样做的, 他就是, 我是老二, 就那个劲, 所以他才给人衣服拽了个大亮枪, 不顾黄浦军校时期, 周恩来林彪的师生关系, 林彪是他政治部主任的学生, 在黄浦军校, 所以他看不起他, 他敢拽他衣服, 我是老师啊, 嘿嘿, 有个辈分在这, 也不顾长期以来, 周恩来是林彪的顶头上司, 这个, 这个节目一定要, 搞成大标题就是周恩来的真面孔, 这是五十岁以上, 四十岁以上的人最关心, 高二那傻呀, 哭啥呀, 高一, 高一, 哎呦, 人民的好种理啊, 傻嘛, 然后呢, 刘少奇, 黄浦军校, 最第三位, 毛泽东亲手, 亲力, 林彪为接班人, 周恩来立即表示赞成, 并全力支持, 既然林彪上升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, 周恩来立即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态度, 单居第三位, 不顾黄浦军校的私生关系, 也不顾长期以来, 周是林彪的顶头上司的关系, 周恩来见到林从此, 毕恭毕敬, 口称林副主席, 口称汇报, 林副主席, 我向你汇报, 打打打打打打打, 心甘情愿, 竟没有丝毫不安,